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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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从1993年第一次去台湾到现在20年了 里面发生的最大的一个强烈的感觉 就是年轻的世代 那么他们对于自己迈向正常国家的愿望超出了任何一个世代 那这个部分呢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这是他们的一种使命 一种他们的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叫建国 因为台湾已经是个国家了 我常常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认为你们不是国家 只是不是个正常国家 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巨大的一个部分 如果你在太阳化学 你看到那个铺天盖地的台湾要独立 台湾独立 就是整个的就是那种气氛 也就等于说台湾的最激进的 这个绿的版图里面的这个政治团体 他们基本上左右和 我不用绑架 但是那就是左右和象征化了 台湾在太阳化圆动里面 太阳化学运里面的最重要的主轴 这个主轴常常是媒体视而不见的 可是任何一个外人 你进到他那个场子里面 你看到巨大的铺天盖地的 就是台湾要独立的那种 像天一样高的那些标语的时候 你发现是一个国 一个一个种族 一个民族 或者说是一个族群吧 我们不会把台湾不叫 我们叫族群 这个族群要求自己建立正常国家的愿望 真的非常感人 我们不要用大陆人的心态去想象那个部分 那种感人 我永生难忘 而且如此的理性和温和 而且建立起了这么多的公民文化 建立出了这么好的一个 现场的一个文化形态 教育形态 现场的这个讲座 大学的这个学者到那边开公共的课程 那边建立起了一个像嘉年华一样的一个气氛 因为我亲眼看到就是 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院长 这个就是这个学者 这个当年在阅读毕业 后来在台大的一个政治学极优秀的一个学者 就做了院长 他可以徒步从行政院 我突然忘掉他名字 叫 王金平 不是王金平 行政院院长 是我见过最具有学者风范的那个院长 姜一华 姜一华 姜一华这么走过去跟学生那个对话 被学生如此的去讽刺和挖苦的时候 他保持了某种风度 其实所有的这个部分我感动至极 而且你看到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就是立法委员 他们就像是学生的卫兵一样守在门口 防止警察进去强制驱离 甚至逮捕 整个那个过程里面我可以看到就是 台湾的这个独立的这个愿望 就是说几乎是不可挡 这个就正常国家吧 那么我后来就跟台湾讲 其实台湾是非常幸运的 台湾 我们大家都说台湾 刚才大家我听到几位说 台湾海峡不够长 其实台湾海峡是台湾跟中国 能够成为台湾成为一个国家 天赐的 天赐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海峡 如果是个陆地疆界 我不能想象台湾能在巨大的中国面前活下去 能活五年吗 没有可能 1949年以后还能活五年 绝没有可能 但是这个海峡 使台湾构成了所有迈向正常国家的条件 这个海峡说大不大 说短不短 一个国家要想进入那个国家去 把他拿走 或者说习先生有一个愿望 要让他有生之年看到台湾统一 我觉得几乎是一个难度极大 所以我说你们得感谢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是你们作为一个国家形态 维持了相当久 而且使他今天还具有一个国家的所有实体 只是没有国际人格 台湾的国际人格到今天没有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小英上任的这八年 一定会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路上 走得比陈水扁时代更远 能不能完成 我几乎认为是不可完成 但是在往下走的过程里面 可能他会走得比陈水扁这个八年要更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一直就在想 不可能去逆转 也就是不可能去改变这样一个趋势 尤其是民进党今天上去 而且我看到就是说 如果大家注意到 就是在他的这个太阳化巡影里面出生的 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 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 就是以这个范云为首的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其实这次败的败的什么 就是他们不敢破釜承重 你要想去选立法委员 你怎么能不辞掉台大教授 你要像黄国昌一样 你一定要辞掉中研院研究员 你不走到这一步 你怎么能够让自己党立足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范云 他们这批非常优秀的台湾左派 他们对于社会正义的要求 是相当强烈的 社会民主党竟然好像全军覆没 而时代力量 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 政治力量得到了五席 超过了清明党 超过了一个拿到150万票的 这个宋楚瑜的政党 所以就说新的这个世代的力量 之崛起 民进党在这么多的选区 如此聪明的 我想这跟小英的政治智慧 有相当大的关系 小英礼让了这么多的选区 最后时代力量成为 像台湾新兴的一个政治力量 我希望它不是泡沫化 居然台联全军覆没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迈向正常国家的未来 在未来的四年里面 我们会看到比陈润边走得更远的步伐 我们大家真的是要面对这个情况 我们作为大陆背景的人 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